之前从事的算是行政行业文之类的 就是2000年左右 那时候我儿子开始上小学 然后之后后来父母又岁数大 然后就各种排斥就比较多 有妈后来身体不好 然后用钱 有一年过年回去 其实那时候我都从事半年了 然后我都不敢跟我爸说我是干活节 前半年就是我喷一圈要什么都不敢发的 就是怕家里人看到感觉我会丢人 这一次有半年了 然后我回家 我说其实我现在早不在公司上班了 我说我现在干活节了 干家政了 我就跟我爸讲我为什么干这个 我说我很看好这个行业 我说不一定用上厨大学 非得就是说干一个体面的工作而已 我说美航对美航呢 它这个好处 然后就跟我爸讲之后 反正我爸就他就挺认可了 从那开始我干这一行就就挺有动力了 就是心里没有负担了 有一次最长的是从早上七点 七点到晚上 明晨两点 应该是十七个小时吧 吃饭的话一般就是像有时候着急的话 我们都很能坐下来吃 比如说再去夏家的路上 就白家快餐样子面包也会睡样子 就是在路上就别走别吃了那种 在这个班前有两座房 都不过大 是九十来平的 两个大房 然后面前有两辆车 不是很贵 坐着坐着这行你会喜欢吗 下一个就是说 在这行里也坐下去吧 坐下去 像拜托是一般更多的 心里边有很多想做 但有说爱着面子呀 或者是刚开始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行业 大家会比较迷茫 然后我们就是 就是我讲了 有更能的变化解释也猜不进来 所以目前其实我们这一行 就是家庭行业 就是服务人员还是比较缺的 当然了你收入也会很可观 那只要是能吃妥 然后不怕累 然后我总是感觉是挣不完的钱 因为我是坐保洁的嘛 我说我一定要目前在未来几天内 我要买一根保湿捷 就是保洁嘛 保湿捷也好 我一直我就说 保湿捷是我前行到动力吧 喝酒了就会发现 就是说 你每一个工作就是被 特别是从说我们这种工作的时候 你做完了被客户认可的那种 那种信任感呀 那种认可感 你会很欣慰 然后每每到那个时候 你又反而是 其实今天这个活挣不挣钱 我都无所谓了 但是只要客户很满意 那么就会很高兴 这样就会很高兴 你们先看一下